孩子們臨摹抽現實主義藝術家馬克·夏卡爾的畫作 為了給學校生日驚喜 他們重新詮釋 把每一個最精彩的部分 把它重新做拼湊 然後做成一種共同的大型創作 與夏卡爾重新對話 也讓孩子們從藝術中看到不同的美與風情 或許自己的想像力可以拼出一些很完美的畫 這些畫讓我學到夏卡爾畫裡面 有很多絢染和沉疊 也讓我們發現更多漂亮的顏色 用這些畫祝福學校生日快樂 就是為學校生日送上驚喜 青詩生一起共創美感 賦予超現實藝術新生命力 全校青詩生一起舉辦 東光有愛五時飛揚的系列活動 那今天是孩子們跟爸爸媽媽們 一起把作品貼上牆面 我們希望透過好幾個關於愛的連結的活動 讓孩子感受到他們是多麼的幸福 以及這是一個有愛的校園 家長們也投入創作行列 一起打造有愛校園 我們老師還有校長一起為孩子建構的美學 看到了大家對校園的用心 也看到東光越來越美好 我們看到學校在這個共榮方面 有很多的琢磨在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學校小 可是它其實充滿了愛 不只傳達愛 還有校園永續 異畫中呈現SDGS的17項目標 配合我們的布訂還有校訂課程 我們希望把永續校園這樣的觀念落實 因此在課程裡面 我們推展環境還有人文素養 希望把相關的議題在學生的身上 然後加以實踐 東光國小50年校慶系列活動還包括了Podcast上線 一系列活動展現融合有愛 歡迎校友們5月6號回娘家 來看看不一樣的校園 東光有愛 五時飛揚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